一般在拆的時候,手要扶著小心一點 因為它這個根很嫩很嫩 你如果沒有拿好它很快,它有時候會斷掉 大家好,我是Joke 今天來檢查一下我們之前高壓的 這個是去年快到冬天的時候高壓的 所以它根長得比較慢 這是一個過冬它根長得比較慢 再來一個就是 因為這邊這個有一點擋路 所以我們高壓很多枝條 這裡面都枝條 那枝條你高壓越多 它的那個長根的速度就會比較慢 那今天我們來拆這一顆的話 這個 它根都已經有長 但是這個可以撿可以不撿 如果可以的話是在留大概半個月到一個月 讓它根長得更滿 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這樣摸的話這顆就是有這樣硬硬的 那像這邊我們壓一下這個還軟的 這個它就是根還沒長好 那這個 這個已經半硬了 半硬大概根已經有出來了 因為它根出來之後它就會吸收掉這個 我們包的這個土裡面的這個水分 所以它會變乾 所以我們要檢查 像這個都不用拆開來 我們就是實際 手壓一下 就大概知道了 這個軟的 像這一顆 這一顆也是硬的 我們來拆這一顆 這一顆 有沒有 我們手一壓 那感覺它硬了 其實就 就知道了 它有長根了 所以 你不用拆開來看 每一個 一直拆開來看 那這個 我之前有講過 因為我們用對方法 用對材料 像到這個長根 像這個從去年 十月吧 十月 高壓到現在 大概 有 半年多了 我們都沒有加過水 都不用打開加過水 不用去打針 所以 我們只要是這樣 稍微壓一下 就知道它有沒有長根 大概是這樣 那這兩顆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 剪下來 那我們一般的這個水 可以 泡一下那個 V1水 就是維生素的 我們剛剛剪下來 泡一下是 比較有保障 不泡 其實也是都可以 我們一般泡水的話 就說 我們這個 跟它生長了之後 這個 那我就上面 但是 上面的葉子要拿掉嗎 拿掉一些 因為太多的話 它耗掉水分 對我們 因為它 剪下來 已經脫離原來的 母豬了 所以 它就現在開始 它就要靠它自己的根 去吸收水分 吸收養分 所以我們上面的葉子 如果留了太多的話 它會那個 本身會消耗水分太快 它反而會枯萎掉 不見得會死 但是它 那個會枯萎掉 那一般我們 像下面的枝條 我們不用留 改天我們去種的話 上面上來 所以下面的 我們都就把它拔掉 拔光 一般綠絲龍眼大概都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 一般 就是下面我們要先保留 因為不整個拆開 整個拆開 它容易散開 好 那這個我們用那個 種蘭花的水草 其實 它 不會那麼容易散 齁 那我們就給它泡著 泡個 一兩個小時都可以齁 量維他命病患 還有一點點那個 羽毛精都在裡面 一點點 齁 或者是你要加一點點 那個生肝粉都可以 要泡多久 泡一兩個小時 最少讓它這個 裡面的土再把它吸飽滿 就是我們這個營養液 什麼 讓這個土整個在回收 像這個 我剛剛講的 因為它還 大概在一個月 它會更好一點 因為現在土還是濕的 其實它可以在裡面再 長根長得更好一點 齁 這個包 才不會 因為有時候 因為它這個 根很嫩齁 有時候這個土一閃掉 它就會 根會斷掉 怕它那個閃掉齁 所以我們還是給它固定一下 那像這個 我們等一下這個 都是樹葉齁 改天種這個 也用不上齁 所以我們就直接 就先給它去掉了 上面這個很密的 不用齁 好 好 那就這樣我們 種到盆裡面 以後我們再去 調整一下 再去撿它的葉子 好 那這個泡水其實 你就泡 一兩個鐘頭 讓它完全 水分完全吸收回去就可以 那有時候 然後 如果我們 很乾很乾的時候 才撿下來的話 這個我們就可以 時間泡久一點 半天 那我有時候 比較忙 泡到 一天以上都沒有關係齁 泡完水之後 我們就把它 換到那個 看你要 五加輪 七加輪 或者是更大的盆都可以 我們 一般都是大概是 像這麼大小 我們都先換五加輪 齁 就是把它先 養好 那我們一般的圖 就是用我們一般的 parting mix 它幫你調好的這種 營養土 我們就百分之百用那個 下去種就可以 一般我們在 種的話齁 就是 像我個人習慣 都是直接用這個 調好的齁 它這個就是 一些 木杞 然後調水草 水草含的 然後 有這個 珍珠石 這個圖 它本身都是 已經調好 那看到這個 有沒有 樹枝打碎的 還有這個 細細的 這是水草 就是pinmos 那這個是 perlite 它 就是 一個 讓根比較有空間 去生長 那個 而且還有 裡面有這個 黃黃的這個 很多人都把它當蟲卵 其實不是這個是 肥料 裡面是 液態肥 一級的 裡面就 它是 慢慢分解 緩分解 緩分解 緩慢分解 這個肥料 所以這個 土那標榜 可以撐三個月到六個月 好 那我們直接用這個土就好 百分之百用這個土 我們這個是 泡過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把它拆開來 那我一般都是先拆開上面 讓上面的水分可以下來 就可以 好 那下面的 我們一般都是把它 綁著 讓它不會閃掉 齁 那我們一般在拆的時候 手要這個扶著 小心一點 因為它這個根很嫩很嫩齁 你如果沒有拿好它很快 它有時候會斷掉 好 好 那對正中央之後 我們就把土壓一下 我們不要去壓它中間這裡 就是把旁邊的土壓緊 它自動會把中間擠 擠緊一點 一開始我們種這個小盆 就是我們比較 比如說你要放在樹蔭下 放在哪裡 我們比較好搬運 你一開始放太大的盆 本身它的根就是這一點點 沒辦法長到旁邊 所以你一開始不用放太大的盆 我們就是以原則上比較好照顧就好 好 那這個 我們 根放下來之後 我們把旁邊的土壓緊以後 我們就先把這個植株固定好齁 因為怕它這個下面如果移動 很容易把那個 根再扯斷 因為它這個荔枝的根很嫩齁 怕它把它扯斷 所以我們先把它固定都綁好 等一下再把下面的土填滿 那因為一開始它底下的根還不是很穩 所以我們一定要擦竹竿齁 任何可以把它這個竹竿要固定 不要讓它搖晃齁 搖晃 可能它這邊動 但是這邊的根它不動 它會把它扯斷 好大概是這樣 那你如果有其他竹竿 你就可以把旁邊這個比較小的把它架住 把它撐高一點 這個葉子就不用這麼多 那就是一開始種下去就不要施肥 這個土它本身已經有一點點 這個是營養土 不是我們一般的庭院 自己庭院的土 它已經是調好的營養土 所以我們就不要再施肥 施肥就太過了齁 我們剛剛講的 你有可能會肥傷什麼 那這個荔枝龍眼的這種葉子很好拔齁 我們就手動的把它拔一拔就可以 不用流太多齁 因為流太多它會 水分會被蒸化 我們一般下面放個水盤齁 這是針對這個新的齁有個好處 因為我們 等一下要澆這個 水就是我們調過的這個 我們剛剛泡了 因為它有 維生素啦 有 維生素V1 有羽毛精 有什麼其他的齁 養分的這個 就是 幫助根生長 最主要是幫助根生長 那有時候你也可以 倒一點點生根粉下去都可以齁 那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 把它填 固定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填滿 那手記得不要壓中間這裡 你壓下去 可能把下面那個整個 整個那包的那一球 手都把它往下壓它會斷齁 所以 我們一般都是往 就是旁邊這樣壓緊就可以 旁邊壓緊它自動那個 旁 會把它往裡面 擠壓它就緊了齁 那 我們就用這個 泡這個 跟 泡這個包的這個球 這個水 我們來把它 直接就拿來澆 因為它本身的V1 有一些幫助根成長的東西 我們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 本身這個土 它的吸水性很好 因為它很細 它這個水草很多齁 所以我們一般你 現在膠 因為它剛剛乾乾了齁 我們現在膠水它會 水馬上會流到下面 已經有開始從這個洞出來齁 但是這個 我們放這個水盤的目的就是 等一下讓它那個 自己的這個 底下 底下那個 等一下水流下來之後 它會再自動慢慢的再吸回來 因為這個水草 水草它的吸水性很強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水都一直出來了齁 但是這個 我們就是故意 你如果放在一般的土 土上面 或者是水泥地上面 這些水 它就通通流掉了 那我們一般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 水盤上面齁 它下去到最後它會再吸上來 因為它這個 土的吸水性很好齁 大概四五個水瓢的水 都可以把它吸住齁 那我們就是 你可以在 如果天氣很熱 它跟長的不是很好 我們就可以 再套個 塑膠袋 或是什麼 防止水分的蒸花 或者是 我們這個 一開始撿下來 我們一定不能直接曬太陽 要曬放在這種 半陰的地方 那我們一般半陰的話就是 最好是早上的太陽 不要下午的太陽 因為下午的太陽 下午很熱 齁 本身 溫度太高的話 這個葉枝啊 什麼這些都會曬傷 我們再來看上一次高壓的 另一顆荔枝齁 那這邊剛剛我 這顆摸起來很硬了齁 這裡 我們把它打開齁 這個 跟剛剛看的那個一樣齁 但是它根已經長得更漂亮了齁 我們把它剪下來 這顆就很大顆 好 各位看一下它的根齁 已經長得很漂亮齁 這個 齁 所以我們就是 在它這個根是白的 不要變為布朗色 布朗色就是水太乾了 它已經老掉了 那個就比較不好 那像這個現在正新鮮 最好 這顆漂亮 然後下來的動作一樣齁 我們都先把下面這個 用不到的這個 這個 這個葉子 我先去掉 去到這邊 剛好當堆肥 隨意抓齁 我們就是把葉子弄少一點 讓它不要水份中蛙那麼快 它那個 花上面的花啊 那個結的果 多少可以保留一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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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是 打開 讓上面的水可以 進入就好 就可以 可以看到那個 裡面乾你看它 現在吸的這些都是營養水 一直吸到裡面齁 都起泡泡 這個 作用就是這樣 我們泡水最好就是 吸 讓它吸回去的水 本身就是 有養分的 對它跟生長有幫助的 這個最好 泡兩個小時 這個 我們高壓齁 像這一次的這個 高壓時間很長 因為我們是 跨冬天 所以 最好的高壓季節 還是春天 我們一般的那個 大概 二三月以後 開始高壓 一般到五六月都可以撿 那這個到 十月高壓 到現在已經跨 跨過 已經半年多了齁 已經跨跨過年 基本上冬天 它都 不太長的 就是說一個 高壓的季節不同 我們那個 長根的時間也不一樣 再來就是 我們撿下來 以後 這個 撿下來以後 我們 要怎麼樣去照顧它齁 這是我們剛剛有示範的 就是 第一個你要用對土 然後 然後 泡水 讓它回濕 你不要直接種 因為它那個 本身那個 包的這個 球 它本身已經很乾了齁 我們一定要泡水 泡 一些營養水 讓它充分的吸收回去 因為它那個 水草本身 它吸水性齁 那 改天齁 這是 種下去以後 那個本身它吸住 很多這種 營養水齁 所以對它 長根 繼續發展 是有幫助的齁 那 下面的水盤 你可用可不用 但是我們用的好處 就是像這樣 膠過多了 它又可以再吸回來 齁 就是不會浪費 那也可以保持這個盆在一個 比較潮濕的一個 狀態 齁 因為它剛剛剪下來 本身根還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要讓土 盡量保持潮濕 但是又不是泡在水裡面那樣子 好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